我看过的一个人就是绑在树上 是铁工人都能打死好几根 纹身骨头全都打完 打完之后再把你找个地方随机就拍掉 您看到的这段视频是出自 缅甸受害者真实的采访视频 从他的嘴里我们能见识到 真实的缅甸究竟是什么样的 您以为是性感核观在线发牌 但实际上每天晚上都会有 保安跟你一块睡负责监督 等你营业的时候就送到堵桌旁 拿脚料绑上 如果你不做那就垫棍辣椒水伺候 再送到水牢里长长记性 许亮就曾看到过一个逃跑的人 每跑半小时就被抓了回来 绑在树上拿铁棍打 铁棍打折好几根之后 人也基本就废了 随便找个地方就埋了 那一个人究竟是怎么被骗到绵北的呢 受害者许亮的经历就很典型 20年疫情爆发后 因为效益不好许亮失业了 折日困在网吧的他 在网上发现了一份高薪招聘的广告 每月8000年底双薪分红 路费还全包 被诱惑到的许亮 坐着大巴车就去了云南 但下车后 迎接他的不是接待人员 而是一群满脸横肉的混混 原来在他到来的前一天 就已经被人贩子 以7万块钱的价格 卖给了赌场老板 但好在许亮嘴巴够甜 脑子也灵光 没有被送去嘎妖子 而是当了盒官 最开始许亮他也想过逃跑 但是在他目睹了一个同胞 因为业绩不达标 被打得全身骨头碎裂 扔去下水道之后 许亮就吸了这个心思 全新的钻研技术 赌桌那就是赌场的天下 在这里 你看到的投资的点数 排面的大小 全都是盒官说了算 千万复工 他也得赔得尽光 所以千万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 不要相信所谓的高薪 不要去赌博 不然你失去的可就是生命了